新竹市議會前議長鄭成光在總質詢時 一開始就關心公道3拆遷的進度 也要求相關單位協助拆遷戶補償金的申辦 另外在17公里自行車道連接直南端的進度 青青草原連外道路 大平頂納古塔新建工程 以及即將到來的2021台灣燈會 都是他在總質詢時關心的焦點 我想我們這個好不容易升級到這個 下年度的這個燈會在新竹辦 那我想我們這個應該未雨綢繆 把這個交通還有所有這個人員的疏散 總統的這個會發生的狀況 我們希望這個交通處跟這個廠花處 新竹市政府的各局處 大家能夠合力的把它辦好 將來在我們這個新竹市的這個燈會 能夠辦得很成功 你要成功的話我想第一 交通一定要維持得非常的好 這個燈會不像別的地方說 就集中在一塊我們是很分散的 這樣分散也好 不會說把整個交通統統擠在一起 那希望說這個既然是分散 那你怎麼去配置這個行車的路線 還有這個人員的怎麼走 我們希望說這個市政府能夠好好的去宣導 交通處能夠扛起這個責任 還有這個承辦單位 大家能夠互相的努力 互相的那個把它辦得非常的好 讓大家來新竹看這個燈會呢 對新竹留下一個很好的印象 以後再會回到新竹來 整個規劃上兩大主軸 第一個就是鼓勵大眾運輸方式來到燈區 那在這個燈會的會場 其實我們有一個新竹火車站 那我們會利用增加這個火車站的容量 讓這個火車站的進出更加方便 來因應比較多的人潮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也希望大部分來到新竹市賞燈的民眾 盡量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像火車就是一個很好的一個 可以到達的一個工具 另外呢 還有一些是會搭乘自行開車的私人運具 那我們會在會場的周邊 準備一萬個停車位 讓這個小汽車小型車來到 這個外部的這個停車場停車後呢 準備接駁車 然後透過我們在會場周邊 有兩個轉運中心 然後再步行到會場 那在整個這個燈會的一個會展區呢 因為會有一些管制 那把它作為一個行人徒步區 讓我們的這個人潮呢 能夠在一個比較好的環境下 有一個好的一個賞燈一個環境 振興經濟的三倍券 也即將在七月份上路 鄭成光呼籲市政府 許多的長輩不見得有使用信用卡 或者是電子票證 希望產發處能夠利用集會活動 多加宣傳 近年來市政府也在南寮地區 投入龐大經費進行改善 尤其台六八斷頭橋也延伸進入港區 漁林天梯 親子沙灘 風箏賽場等等 也都是民眾打卡的熱點 市議員劉康彦除了有感於市政府 對南寮建設之外 也建議市政府在南寮漁港的船席 不足問題上協助漁民們 讓漁港的整體景觀再上一層樓 所以基於三個原因 我認為有關靠岸區這邊的船席位 應該要移到現在這個西碼頭 讓整個漁民作業區能夠完整的結合 哪三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有關景觀和諧的問題 如同我剛剛提到 接下來這個指教中心改善完之後 那邊周邊的景觀 如果還是面臨的這樣漁民 整個作業 貨車的進出 油料的增加 那可能這個景觀上相對就比較不和諧 那麼第二個是所謂這個區位劃分 從親子沙灘到漁林 到這個國際風針賽場 到漁林天梯 這邊是屬於小孩的放電區 流汗區 熱血區 那麼直銷中心 還有這個大棚架區 是屬於消費區 休閒區 飲食區 那麼漁民作業區 就應該放在這個西碼頭這個地方 那麼第三點是屬於這個安全的問題 因為整個新竹漁港的潮叉 最大可以到三公尺以上 那麼現在這些停泊的位置 很多因為船位的不足 所以很多船會並排 那麼很多的外籍漁工 為了要把這個網從船上拿下來 或者是漁獲 常常會跳著很多的船 然後這個是安全的問題 所以只要把這個 這個船席位移到西碼頭 重新來盤整這個數量 還有這個位置 我相信就可以來妥善的 一次解決這個問題 南寮漁港 目前登記涉及的這個船隻 有302艘 那目前可以停泊的船位 包括岸邊固定的還有浮動碼頭的 加起來是250個 所以有時候 雖然是船隻會有進出 然後有時候還是會出現 有船位比較不足的情況 那現在漁民大部分都是用並排 像並排停車這樣的方式來舒緩 當然長期的解決還是需要能夠再增建 我們也有初步的想法 是不是在西側碼頭 觀音艇前面那邊有空間 可以來爭取設置一個浮動碼頭 不過因為經費非常的龐大 大概可能至少要四千多萬 不過沒有問題 我們市長也有交代 我們要來繼續增加漁人碼頭 對漁民生計的照顧 所以我們會來向中央漁業署 來爭取這個經費 希望能夠爭取到 來增建這個浮動碼頭 能夠來舒緩這個船位的問題 除了南辽地區的建設 劉康彥也針對東門市場的 軟硬體建設提出建言 同時針對三配券 如何讓攤商有失職的效益 產發處也表示 將在7月中旬舉辦加碼活動 讓攤商消費者都能夠創造雙贏 凱破新竹萬事聯蔡文綺採訪報導